前刀伦谷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18号星期一 今天的市场走势分化是非常的明显 互生两市探低以后回升 创业板是再次强于主板 尾盘以后是翻红的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北向资金今天全天单边 竞卖出了有80.18亿 创了近两个月的新高 但是两市的成交量还是突破了万亿大关 这个是劫后两市成交量首次破半亿 这说明市场的流动性正在有条不紊的恢复 虽然主板还是以绿盘报收的 但是热点却是层出不穷 两市有2700多只个股上涨 有1600多只个股下跌 有91只个股涨停 只有12只个股是跌停的 总体上还是保持一个强势市场的一个格局 今天打压指数的主要还是大消费概念股 以白酒为代表的消费股重挫 赢家供酒 金总资酒都跌停了 贵州茅台跌幅也超过了6% 白酒股集体重挫 主要有两大利空 一个就是美国最大的基金 欧洲太平洋成岛基金 最近这段时间大幅减持贵州茅台 另外一个就是市场传来了消费税改革的消息 实际上消费税改是不是会进一步推进 目前还不是很明确 但是市场担忧税率的调整 会从生产端转移到零售端 这个就对整个大消费板块 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而白酒又是大消费的龙头 渠道的规模比较大 一旦税改失行了 对企业的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就引发了白酒大负 而这次税改 其实除了涉及到消费税 也涉及到个人所得税 以及房地产税 所以今天房地产板块也是大跌的 事实上 目前税改消息面的影响 只是短期情绪上的影响 因为一旦税改真的落实下去 它并不会真的使公司的税金出现什么大幅的变化 尤其对于那些品牌公司而言 你就算加税 税后也会落实到消费终端的涨价 对公司的利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 而在9月份咱们中国的CPI和PPI的减刀差 又在进一步的拉大 所以税改可能会起到逐步缩小减刀差 适度促进消费的一个作用 所以今天大消费板块的机体调整 个人认为只是受到短期消息面的暂时影响 而这种所谓的利空 可能反而会加速市场做方向向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 市场上该公布的经济数据已经都公布了 这样的话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个月的4号 也就是11月4号 市场的利空将会告一段落 那么11月4号 美联储可能会宣布是否实施缩减债务规模 TAPER计划 实际上美国通胀预期是在大幅的升温 11月缩表的概率是非常的大的 这个势必就会对全球市场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从现在到11月4号 那就会是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增工期 而在这段时间 短期热点会有非常大的可能集中表现 像今天顺多几万块是持续的走强 是因为资源类的期货大幅度上涨 像东领煤 以二纯 焦煤 这样一些合约都是涨停的 就使得股票市场的煤炭 电力 石油 化工 这样些板块都是纷纷走强 核心赛大板块也是 像光伏 风电 锂电 以及新能源车都是纷纷的反弹 而像领德时代 更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工业母级概念 航天军工板块 猪肉板块 今天也有一定的表现 三季报业绩预增股今天也是受到了一定的追捧 所以市场最近这段时间看起来会是百花齐放 但是咱们必须要清醒的认识到 短期热点确实是层出不穷 不过持续性都不佳 追涨有极大的可能是会套牢的 所以短期热点只适合时度参与 而且尽量去低位买富 买跌不买涨 而一旦美联储的TAPER计划是失望 那对于高估值股票将会是重大的利空 大消费加上大金融概念 才会成为天然避险品种 我们从今天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出去可以看出来 目前外资观望的氛围是比较浓厚的 而美元指数也在继续的拉升 汇率的影响应该会是下一阶段决定 外资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咱们中线仍然要坚定不移的立足于低估值的大消费加上大金融概念 不能够因为短期有所调整就动摇了对价值股的信心 对于那些短线标的上涨呢 咱们也需要冷静的看待 绝对不要去追党 第一位去吸纳 有力就走 这个是最近这段时间操作至深的不二法门 我是钱道 关注我 钱道会带给你不一样的股市真言 咱们明天接着聊